补习班课堂上 老师双手握住猫咪的脚 高高举起 之后瞬间松手 让台下同学全都看傻眼 泡帽影片迅速引发热议 不少人泡轰 帽都叫出声了 还不停手 在学生面前做最坏示范 台北某文教补习班 知名物理老师李峰 为了让学生了解物理实验 竟然抓起猫咪倒栽葱 里地约一公尺突然放手 让猫坠地 对此该物理老师也出面道歉 在讲一个高中物理的 角动量手纹的时候 因为猫咪本身具有一个 神奇的自旋转的一个现象 基本上它身体的旋转方向 跟尾巴旋转方向会不一样 同时四只脚同时着 对于一般的大众 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不舒服 在这里我非常的诚恳 诚挚的道歉认错 影片中的猫咪名叫来福 四年前被老师林仰 平常都生活在一起 偶尔也会带来补习班 老师强调自己也是爱猫一族 绝对不会刻意伤害动物 不过兽医认为 即使猫咪天生能在空中翻转 但还是存在一定风险 如果猫来不及翻身 它有可能变成四肢撞到地板 这来讲背部直接左顶 可能就是撞伤啊 骨折倒是还不可能啊 阿伯蹲在路边用手涂口水 手里刮河抹在全新机车上 让车主瞬间理智断线 要这样要让你 要让你抬油纸 我这样你不是要让你抬油纸 你什么意思啦 双方大马路爆炒 阿伯语气操纵 觉得车主想敲诈 5号在台南京华路上 阿伯停车硬塞 美丽中柱刮到别人机车 瞎扯用口水可以修车 同样吵翻天了 还有新北市板桥车出道路 脱掉车驾驶开广播用后的 要赶去道路救援 却被轿车挡住谁也不肯让 脱掉车驾驶每一台都 拱你打 拱掉车驾驶控诉 被故意挡将近十分钟 最后里长出面协调 但其实这条路 拱掉车必须申请路权 自己违规在先 高雄凤山大马路 前方机车左转打方向灯 但后方机车却狂按喇叭 逆向潮车 接着大回转蓝车表骂 你开了 你怎么看你啊 骑车破口大骂完 就骑车离开 把过程影片PO上网 却被网友一面倒洗脸 恶人先告状自己讨骂 狂不要还好意思骂人 提醒民众停车刮到 别人的车涂口水 完全没用 钥匙真的报警 恐怕得赔偿好几千元 这这样摸起来 这把吐吐的这样是怎么办 记者综合报道 朋友坐在上头疯狂尖叫 因为这海盗船不止电动 还加上了攻读声 手动加速越晃越高 一旁家长民众全部看傻 直呼海盗船要搬船了 因为晃太高了会飞出去 那是安全问题 如果出事他也不会负责 地点在台中西屯 百货公司前的小小游乐园 民众三号晚上逛街经过募集 觉得超级危险 问大家攻读声这样做真的对吗 实际来到百货前的小小游乐园 海盗船其实只会微幅晃动 看起来很安全 对比当时攻读声 手动加速的海盗船 摇动幅度将近四十五度 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飞出去 对此游乐园业者回应 当天影片中 纯属员工的个人行为 是为了要取悦顾客 才会用手推的方式增高 不过也强调公司 一律禁止这样的行为 收会在家常员工的教育训练 记者还是信里云杰 台中不导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